追看眼前就是大里的旅馆一条街了 据说里面的旅馆多如牛毛 那是不是呢 点赞评论转发家关注 这个视频带大家进去一探究竟 可以看到附近挺多高楼大厦的 因为这里就是大里的市中心 还没进去就看到前方有很多旅馆的广告牌了 也是让我吃了一惊 可以看到这条街除了旅馆之外 还有饭店等等的其他店 说明这里的配套还比较完善 看到右边的房子跟左边的小区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知道这个旅馆一条街是不是陈中村来的 但是我看了一下地图 发现这里并不是陈中村 所以我感到有点奇怪吧 看前方一条县子里面就开了几家旅馆 也是够夸张的 我就不进去了 现在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里又是一家旅馆 如果按照我们正常的思维 旅馆最多的地方肯定就是在火车站附近 要不就是在客运站附近 但是据我了解这附近的话是没有火车站的 也没有高铁站的 而最近的客运站都先隔两公里 这条县子里面也开了几家旅馆 前方又是一家宾馆 我才走了一百米不到吧 就有着十家左右的旅馆 我也是没有闲到啊 还有这条街的话不是很长吧 大概就是一公里左右 虽然是短短的一公里 我在网上看到网友说 这条街的旅馆就高达几十家 我当时看到还不相信 直到我今天来到现场才发现网友们并没有骗人 不知道这些旅馆的价格是怎样的 不过如果按照我昨天网上注的旅馆价格来看 这些旅馆住一晚大概就是四五十这样子 不过四五十的房间可能没有空调的 也没有独立位浴的 但是有些性价比高的可能有 不过就要跟老板讨价还价了 如果有重游的小伙伴来大理旅游的时候 喜在找不到地方住了可以来这里走走看看逛逛 还有话又说回来 虽然这里并不是城中村 但是我走在这条街上面啊 给我感觉就好像逛城中村的小县子 可能在以前这里就是一个城中村的吧 有大理的本地人吗 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这里是不是城中村 这里还有酒店 酒店的价格可能贵一些 看到右前方有一块牌 写着二十块就能住一天 如果是真的话那真的是太便宜了 走到这里这一条旅馆一条街基本上就逛完了 经过逛下来发现这条街的确挺多旅馆宾馆酒店的 那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闲说的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